六号女嘉宾刚提出来这个问题啊 其实这是一个挺现实 但是大家又会比较排斥说 在活着的时候我谈那个 还有点不吉利 是不是 那既然现在这问题出来了 各位有没有想过 因为毕竟相当于是又迈进了新的一个家门 这事我不忌讳 因为啥呢 我老公去世了 我给他弟是海葬 我已经跟我姑娘说了 我说她妈有那一天的话 一样 我说弟什么都跟我准备 你弄个方便袋给我一桌 往大海里撒就完事 方便袋不行污染 那得用可降解的 我是那么一说 你就那么一听 你非得跟我咱们俩 所以说那我要是找另一半的话 我跟他俩我估计可能是 不能仗到一起去 我估计我得找我钱 可能是几十年以后的事不重要 使得是买哪儿啊 还是傻到大海里啊 使得根本自己也不知道了 就爱哪去哪去呗 那有啥重要的 主要的是现在咱们活着的有点质量 有点数字 这比什么都强 我同意 你说为啥呢 我们六号就是挺纠结这个事 跟他解释一下 我解释一下 因为我前夫吧 给我留了几次遗嘱里头 都多次的提到 就是要和我仗到一起 最后的被他接走以后就变了 是吗 诺言没有了 他非常是个男人当年 可现在呢 我看他就做得太不刚了 用不着纠结 那个跟谁仗到一起 现在就好好活着 活出自己来 你知道吗 我当年嘛 挺崇拜的 活在当下 到死到埋 路死路埋 我已经知道一个道理 就是这样好吗 一百年的事 还仗在一起 可能是不是还有 十百年吹走就完事了 谁还认识你啊 你说是不是还有一种原因 就是因为我们六号 他是无儿无女的 所以他会考虑到这个 对对对对 那你家里还有什么亲戚在吗 没有 就是我舅舅家孩子 而且据说 据我听说啊 就是在录制之前 我们六号姐姐 今天来到我们爱的选择的舞台上 她是人生第一次穿裙子 第一次穿裙子 人生第一次穿裙子 那你之前都穿傻全裤子 三十多年的婚姻 带给我们六号姐姐的 就是很繁琐的家务生活 这样的重担 为什么一直是穿着裤子 不穿裙子 她那个穿着裙子不适合生产 你干活干不了 我对 啥都那么不方便呢 我曾经也做过买卖 整个也整个买卖 巨大的买卖也做过钢材市场 不适合穿裙子 曾经一个女人 就是曾经一个女人 全是我在主持的这整个这个 这三十年的 其实我觉得咱们 最后把我熬到这样事里 都和这几个姐姐都比姐姐都老 自己都对不起我自己 活得太累了 但我现在就知道一点 健康是最主要的 别的 对呀 那你说这个对了 就像我们其他的 你这几位姐姐们一样人说了 活着的时候 合计活着的事吧 对对对 别合计以后的事了 健康是以其余全是零 我一定要替六号姐姐说一件事 其实她是一个特别适合 当媳妇的人 真事 为啥 因为她的爱人 之前的爱人 是她的初恋 她说她三十多年 是带着崇拜的感觉 是跟她过日子的 其实刚才六姐在台下 跟握着文文的手说了半天 其实我来爱的选择 是完成自己的一个心愿 因为她觉得 她之前跟她三十多年的爱人 非常相爱 只是因为对方子女 这样的一个干扰 可能没有一个很完美的结局 至于是合葬也好 还是说大家出的主意 是海葬也好 其实她在寻找一个真爱 在这个舞台上 要对方给她的一个承诺 和一个安全感官 文明说的太对了 我不希望就是 把儿女培养成 最后吧 就是干涉老年人再婚 最后呢 达到就是说 用非正常的手段 不是抢人 不是孝敬老人 而是在抢钱 您自己有没有一个感觉 其实这是挺现实的问题 等到有一天 咱老的走无动道的时候 可能你身边的这个老伴 都决定不了 你到底应该怎么样 还得是你儿女能管 那个时候你做不了自己 第一码你得把老伴这个身后事 得给安排好 我现在我是跟我说话 前一问我 我告诉他 我说儿子 你不用考虑我 一般的马 你能照好就不错了 我说我给你减轻压力 我说我后半生 我质疑 不行那天 我会上信仰院就走了 我找不动那天 我就上信仰院了 带好老伴 特意找上信仰院 把资产一变卖 公司卡一拿我那一脚 我退休金 加上带我里取点钱也够了 信仰院一个人 也就是赛产 那地区三千多块钱 你看每个人对自己的 也就差不多 老的走不动的时候 都有一定的规划和计划了 其实这个幸福的人差不多 不幸的人这是千千万 各有各的不幸 但是不管怎么说 这个今天大家都能勇敢地 站到我们爱的选择的舞台之上 我觉得从此刻起 就应该做出一些改变 对 这就是来追求幸福了 从此开始了 那么至于你未来的另一半 会是什么样子 首先你可能自己会有一个规划 当然也要看命运的安排 看缘分 我们来看看我们本场男嘉宾 他对自己另一半 会有什么样的规划呢